文化很有事 真的很有事 我是钟亦轩 我们一起来搞事 欢迎光临文化夜总会 我是安心 我是腾埃 我们今天首播日是在1月16号 已经过完了跨年的三天廉价 不过大家的心情还是有一点点的浮动 因为剩下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今天有七天的年假 真的吗 对啊 2月10号 我算得非常精准 就是要等着想要放假 不过再怎么样放假呢 我们文化夜总会还是陪着大家哦 所以今天先来继续我们第一个单元 文化很有事 今天文化很有事要讲的一个故事 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个名字 可是你可能不见得真的有了解过它 在1605年的今天 就是有一部欧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剧著 它诞生了 它其实在马德里被发行 叫做唐吉赫德传 就是那个对抗风车 大家都觉得它疯了的那个老人 对 它是那个在当时西班牙非常有名的一个赛万提斯 这个作家他做的 赛万提斯稍微讲一下它 它其实就跟这个我们比较知道的莎士比亚 他们其实在死掉的这个是同一天 所以在这个大家都可能比较知道的是 这个莎士比亚 在这个文学界很厉害 那其实赛万提斯啊 它在欧洲 它也非常非常厉害 其实这个厉害就来自于 他做的这个唐吉赫德传 可是这个作家相对于莎士比亚 他真的名字比较少被人家听到 可是他的作品就非常的有名 唐吉赫德 我小时候我没有看过他的书 我记得我是看迪士尼的唐老鸭版本 就是记得唐老鸭演那个唐吉赫德 他就一直疯狂的想要对抗那个风 把他想成大恶龙的那个画面 还存在我的记忆里面 OK 因为他其实被翻译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国家语言的版本 那来说明一下 其实唐吉赫德一般人都叫唐吉赫德传嘛 那其实应该要帮他证明 他是吉赫德先生传 唐呢 这个唐其实在封建时代 就是说对于那些风 因为他就很喜欢 他是一个讲骑士的故事 对于骑士来讲都会有一个尊号 那就是Done 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英文的那个Sir的意思 可以这么讲 所以其实应该要讲吉赫德传 所以他其实不是姓唐哦 他就是吉赫德先生传 那其实这个 这个吉赫德传 其实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也引起了非常多广泛的讨论 像刚刚安心有提到 在迪士尼的卡通就是有唐老鸭来办 那他就是面对那个风车 就是一个大火龙嘛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原著里面啊 他这个唐吉赫德先生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对骑士精神 非常向往的人 但在当时的西班牙 其实并没有 已经没有骑士了 所以他对于这个骑士的这种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勇敢 寂若扶勤的那一种精神 他非常的向往 所以有一天 他在看了很多骑士的书之后 即便在那个时代 已经没有骑士了 他就在他自己家里翻箱倒柜 然后呢就翻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钢盔 盔甲把它拿出来 对然后还自己做了这个 不耐用 其实用那个纸 这叫什么 那个牛皮纸 做成的这个盔甲 然后还有用铁条 因为他觉得有用铁条 所以应该就是很稳固 然后还带着很破的长毛等等的 然后就把他加这个瘦瘦弱弱的马 就把他号召来 对对对 告诉这个马说 你是最帅的马 你是最英勇的马 我要骑上你这样 他不只催眠自己 还要催眠马 对他就跟着 他就跟着他这个全世界最帅的马 然后他这个最英勇 跟最无敌的装备 然后就开始 去做他的一个游礼 对还有带一个小小的水虫 对他的水虫其实 是他的这个邻居啦 不过他这个邻居 我觉得是他最好的朋友 应该是 就是陪着他完成这所有 想象出来的一个梦想 刚刚安心有提到啊 他遇到了这个 他把风车其实在原著里 是当成巨人 就开始跟他做对抗 然后他遇到那个羊群 就把他当成是敌军 就开始跟他 杀杀杀杀杀 羊群莫名其妙 这个人在干嘛 然后他遇到那个农夫 养猪的农夫 就把他当成是一个 非常雍容华贵 在城堡里的一个公主 对皇后 对所以他所有的一切 他就会把这所有的一切 想象成很美好 但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他是一个疯子 对 这到底是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那这部作品 他又有象征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其实有 可以非常多的讨论啦 就是说 对于一个所谓理性的来讲 会觉得他是一个 完全不理性者 但是其实你深究于 他这个故事 跟塞万提斯 在做这个铺陈 我要讲一下 他这个 其实他这本书的全名叫做 来自拉查区的吉赫德先生 那这个拉查区就是真正 在这个西班牙地区 真正一般人生活的模样 就是在这边 我们想象的西班牙会想顿饭 佛朗明格舞 很性感 巴塞隆纳 其实在他们 比较中央 中央草原这块地方 中央高原这块地方 才是真正西班牙人 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 的一个向往 因为他们的地方 非常的贫瘠 那不是橄榄树啊 就是葡萄啊 不然就种番红花 除此之外都没有了 就是有那种 我们在诗词里面讲 什么枯藤老树婚鸭 小桥流水人渣 可是没有小桥流水 就是枯藤老树婚鸭 那种很苍凉的感觉 感觉很贫瘠 非常的贫瘠 所以其实塞万提斯 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监狱里 他对于这个歧视精神 是不是谴责我们不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他真的是想要把这个 集合德对于这个歧视的向往 然后弄成自己的嘲讽 可是他又是一个梦想家 在这个梦想的过程 其实或许他才是最清醒的人 那他有要讽刺什么吗 这个其实到最后啊 研究非常的多 有的人说是很讽刺 可是你知道啊 在这个文学的评论里面啊 有的人就说 你有糖鸡喝德的精神 他到底是在讽刺你 是这样吗 还是在 他在包养你 还在讽刺你呢 感觉好像现在 有点算是包养 但是又有点 好像你在做梦吧 对 就是其实他没有一定 因为他的文学的这个程度 跟他的文学的手法 其实都可以让你去思考 所以当你有糖鸡喝德精神的时候 某一个部分就是 我为了一个理想 我就是永不放弃 我就是怎么样 我就要坚持下去 那当然有的人会说 你就糖鸡喝德耶 这种口气可能就说 你自不量力 对对对 所以可能就是看那个 对话的语境 大概是怎么样 哦 所以他之所以可以变成文学经典 或许也是因为每个人看他的时候 那个解读都不同 对 其实比如说小朋友在看 就觉得好可爱哦 好好笑哦 可是慢慢慢慢长大了 可能到了中年 你会有那种看山是山 然后看海是海的这种开探 然后到了某个阶段 又看山不是山 也许到了我们老年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原来对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像唐吉赫德一样 对就是吉赫德先生 他一辈子追逐他的梦想 那这个梦想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其实只有他知道 哦 所以唐吉赫德这一部作品 是在1605年的1月16号 由西班牙很知名的作家 叫做米格尔赛万提斯 他所写出来 是第一次在当地出版 当时应该还是西班牙文出版 对西班牙文 所以呢 其实那个时候话又说回来 我们看到很多的中译本啊 在这个时间的进程来讲 也被很多人谴责 因为我们看了中译本 都是从音译本在翻的 对 他不是从西班牙的 这个西班牙语直翻 嗯 所以当时其实大家在看 这个吉赫德先生传的时候 对于华语世界来讲 大家都会觉得 你只有看一半 所以好不容易 现在终于有了 西班牙直译的版本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所以现在你 如果还是很喜欢一些 经典文学的话 可以重新再把它翻译过来 翻出来看 因为早期毕竟大家语文学的 真的不是那么的多元 大概就是学英文 所以都必须透过翻译 再翻译 再翻回来 没错 没错 就隔了好几层 那你那个译者的意思 可能又译者的意思 再被译者的意思 再解读过来 那就不同了 是 所以如果你喜欢像 小时候看过 唐吉赫德 或小时候看过 简爱啊 这些作品的话 你现在重新把它 再翻译次 拿最新版本的 出来看一看 或许会跟你小时候 有完完全全 没同一样的感觉 而且重要的是 听了我们今天 很有事之后 我们要帮他证明 以后请讲 吉赫德传 就表示 哦 你有太赞哦 对对对 要叫吉赫德 唐吉赫德 我们就等到以后 可以去日本的时候 再去逛街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是今天的 欢迎回来文化业总会之名人来座台 哇我们今天 新火水又要出炉了 好快哦 两个月了 对两个月了 时间如这个 秀一个都过去了 现在说这是 要让我们新火水 今天来了一个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编辑团队的阿光 阿光好 大家好 阿光好 今天新火水的编辑团队 派出我们的阿光 要来分享我们 最新的一集新火水 说一下吧 第21期的新火水 对啊 对我们这期新火水叫 社不是抗 这要念佛经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一集是不一样 要跟着娘惊吗 不是我们这期在讲台湾的颜色 台湾的颜色 什么叫台湾的颜色 好阿光你几年次 我83年次 83年次 83年次啊 其实对这个台湾的世代来讲 就是一个新兴的世代 然后你们会想 社不是空 为什么会想把它放在 我们新火水这一次的主题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台湾的颜色 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啊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想的时候 我们编辑团队常常会为了一张照片 去买一本杂志 那我们想说那我们来做一本就是里面的照片 我们都想买的杂志 为什么我们新火水就不是用照片来取胜 现在坊间有那么多的照片 那我们就不是啊 我们都是用设计 对那所以 这怎么样了 到底是有什么厉害的照片 或是厉害的摄影 会在我们的新火水里面 然后你真的就要去翻它买它 我们找了五位摄影师 然后我们 陈尚平 林文强 李雅妍 林伟妍 跟黄建妍 五位摄影师 都是各种不同的世代跟领域 对 光他们的摄影风格就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啊摄影的主题也都不一样 对 我们有拍台湾的街景 还有拍台湾的民俗活动 哦 所以这次是特别请他们五位 另外再重新去拍摄一系列的照片 放在新火水杂志 而不是他拿过去的作品过来 他是拿过去的作品过来 对对对 那可是你在设定这个台湾的颜色的时候啊 你怎么去选这五位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要用这五位来定义台湾的颜色 台湾颜色这么的多 对台湾颜色非常多 但我们就是以 他们应该说我们就是请大家推荐 哦 原来如此 那他们的作品各是什么特别啊 各是什么特别啊 因为光光你刚刚有提到说 台湾的传统嘛 那传统拍了什么照片 因为我拍民俗活动在进行的时候 那种很生猛的画面 那其中有一张我印象很深刻 他是拍一张我们的街头风景 一张大门被剖漆的照片 大门被剖漆 是什么样的情况被剖漆 他没有特别说是什么情况被剖漆 但那个照片就是 这是的确是我们身边的风景 只是我们平常都不会注意到 都不会注意到 刚刚光说到平常我们都不会注意到的风景 那这倒是让我想到啊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台湾台北 或是各的地方的市容都非常的败啊 对中华民国美学嘛 都没什么特别 通常我们都这样讲 对可是呢 往往也是因为我们有跟外国人接触 我们才会从外国人的视角回来 看看自己的台湾 好像也没这么败 也没什么 为什么没这么败所以没那么差 因为就是有一次的那个日本杂志 的那个国华街 他就用了台湾 就是台南那个brutus brutus用了台南国华街的封面 然后就让我们觉得 这个你也可以变成是你的封面 那你们是不是也有点 想要呈现这种台湾 真的是我们平常见不到的 或是没感觉 然后人家就觉得很棒的 他就是台湾的颜色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些我们会忽略的 我们可能觉得很丑 但在外国人眼中 其实是蛮有特色 而且他们会把它放到封面上 其实算是认可我们的那种内在秩序 对对对 我想到之前那个全面启动的明星 乔瑟福他不是在征集台湾的照片吗 每一个人放上去的照片 台湾的意象真的都不一样 他真的超爱台湾 我们每一次 因为文总其实这几年的活动很多啊 他只要一开始 然后我们就去 我们就去投稿 清货水要有投稿 所以上一次我们总统府那个光雕 他就放上去他就选 然后我就觉得好骄傲 我们中了这样 然后这一次他们 他选出来的是高雄嘛 是高雄的那个 他们这一次办那个活动的那个画面 也是超水 然后我也是在刚刚安心提到 Joseph的那个里面 我也看到盐田 盐田 而且那个是 台南的盐田 对 七谷的盐田 而且是那个 那个菲律宾人 他来台湾拍盐田 还有夕阳 落在那个盐田上 粉红色的 超美 然后他就投稿 是粉红色的啊 是粉红色 可能是那个色调的关系 其实有点粉橘粉橘 那颜色好美哦 就在那个盐田上 然后你不是菲律宾的人 一杯 对啊 我们竟然自己都没有发现 所以这是新火水 第21期的杂志主题 叫色不是空 就请来了五位摄影师 来把他们拍的台湾的 各式各样的街景啊 或风景照 对不对 把它放到 所以集结成册来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老实说 我们每天一早起床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就是颜色 但可能被忽视掉了 没有注意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你们一开始 编辑部想要呈现出来的感觉吗 是 那你们还有什么创意呢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台湾的颜色 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中 不一样 你的颜色是什么 你觉得 我自己嘛 我其实会想到的是太平洋蓝 跟那个 我去 我很喜欢爬山 然后当我看到雪山 在晴天之下的那个蓝天 跟那个山冷的那个灵线 哇 蓝跟绿的时候 我觉得很美 可是你看我们讲蓝绿 大家就会 想要政治 想要政治 可是当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心中漂亮的蓝绿 是那个色的时候 我跟你讲 真的很美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经验 会构成不一样的颜色 像我就会觉得 我只有看到城市 高楼大厦的灰灰的颜色 对不对 就是像有些像前阵子 那个北部地区 都是灰默默的那种感觉 印象 那种颜色就还是深刻在脑袋里面 那请问像阿光 你这个年轻世代 台湾的颜色 对你来讲是什么颜色 台湾的颜色 对我来说是蓝色 蓝色 什么样的蓝 天空的蓝色 天空的蓝是什么蓝 精准 我想到好多次的歌 就是 清澈的那种天空蓝色 清澈的蓝色 因为觉得很自由 对 好像有无限的可能的感觉 对 这果然是年轻世代 有无限的可能 他让我又想搭光的分享 你知道有一首歌其实很有名 他是张雨生 你知道谁是张雨生吗 知道 张雨生 他做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然后那一首 那歌词是王丹写的 他在那个歌词里面 他就有说 他说 你们似乎不太喜欢 还希望有蓝色的歌词飞翔 然后就唱 那个蓝色 他也是说就是自由的颜色 象征自由的感觉 那这一次新火雪杂志找了五位摄影师 还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呈现在里面 我们找了一位专门研究建筑的专家 对 他来跟我们分析就是 台湾公共建筑颜色的流变 公共建筑的流变 是指比如说我们去看的博物馆啊 公园啊 这些吗 对 那当然还有就是像我们的 中正纪念堂会总是这个颜色 我们的圆山饭店跟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会同时间在台湾出现 那可以透露一点吗 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分析我们台湾建筑的颜色 像中正纪念堂的话 他就是国民党的建筑 他就是在摇摇的对远在南京的中山林致敬 所以一样是蓝白色的 对 所以有去翻查他的历史 对 其实那个作者他是叫做 林中奎老师 他其实非常的厉害啦 因为如果去看他的部落格或者是脸书 他长期对于那个台湾的建筑都非常有研究 然后而且他他在讲这个建筑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把我们其实经历过不同的这个殖民阶段 不同的这个政权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会给台湾不同的颜色风格 这个建筑也蛮扣你讲台湾的颜色 像日本 就让我再回想一下就是日本人的建筑是什么颜色 因为去年文总在做那个我们总统府这个建筑百年 因为去年刚好是总统府的建筑一百年 然后我们就去做那个纪念酒 就找了这个逢宇设计师 超难卖的 超级难卖的 他那个纪念酒是很特别哦 他是用那个总统府的色 是什么色 橘色 凝灰色 然后弄成的那个总统府的那个花砖 嗯哼哼哼 他们现在有想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一块 他把它做成纪念酒 然后为了那个色 其实我们也调很久 对那当时其实就是日本人 他在做那一批建筑的时候 他们喜欢的颜色 对啊 是不是 林老师有讲这个 有他有讲这一个 就是总统府那时候我们的总统府 对对对 就是他们的流行的红色花砖的颜色 那这些颜色通常都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还有点远 因为你讲总统府 你讲中任经典讨 有没有比较贴近大家 一般生活当中的建筑颜色呢 嗯像 呃像我们去公园 会看到那个红色的柱子 红色的柱子 红色柱子上你有注意到他 柱子之外还有什么颜色吗 我只知道他的溜滑梯都是塑胶黄色啊 蓝色啊红色啊那一种 那柱子之外会有一个亮光色 亮光色是什么意思 亮光漆 嗯 对对对 那就是配合台湾的气候 哦 对对对对对 去涂上成亮光漆 它会防水防袖防霉 因为台湾很湿 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的 台湾的颜色 一个亮光色 我现在带小朋友去公园去瞄一下 告诉说你看这个漆 它为什么会这样漆 这是一个现场教学 台湾的颜色突然想到蓝白拖 对对对对对 柱子茶啊 对 嗯 柱子茶啊现在超红的 对啊柱子茶啊 直接拿来当时尚包包用都可以了 真的 而且你日本人好喜欢 很喜欢 嗯 大同电锅 对大同电锅 像其实吗 绿色 绿色 但它其实本来不是绿色 不然勒 它本来是白色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 它是六零年代之后为了配合就是 那时候 你如果出嫁要带嫁妆嘛 对 就才就是变成红色绿色 那比较稀气一点 因为早期觉得白色 可能半伤试之后才用 对对对对 因为它会斑驳啊 对对对对 哦现在更多颜色 而且你们家有大同电锅吗 有啊必备啊 必备啊 可是我家现在是灰色 就是那种不锈钢的 有时尚 对后来有出很多时尚 我想到我家的大同电锅 就是不是我们 因为妈妈也有买一个给我 但是我家 就是我们娘家的大同电锅 它是绿色斑驳有点 呃脆黄 呃黄绿色 黄绿色 那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啊 我多大 那一台大同电锅 就多大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 是我外婆买给我妈妈的 这也已经 超耐用的 在将近 几十年了 这样讲也对 其实大同电锅也是台湾的颜色代表之一 对不对 大同宝宝的红色也是 哦对对对对 所以台湾的颜色很多 台湾颜色很多 但其实我们平常都不会注意 嗯 所以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呈献给大家 这次总共有多少部作品 总共有多少部作品 大概就是五位摄影师的作品 哦 集合五位摄影师的作品 哦 還有一些插畫 還有加上插畫 所以這一次就是想說 要把他主題定為色不是空的意義 就是在於 破題了耶 色不是空 為什麼 色不是空這個主題 這個名字當然是玩了一個 我們佛經的小梗 但就是我們也是在想說 台灣會長呈現在這個島嶼的樣子 一定有它的原因 它不是憑空出現的 所以色不是空 因為正確佛經叫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它是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亦不是 你可以再快一點嗎 可以再快一點嗎 不錯耶 我覺得心火水這次的專題好有趣喔 而且要折色 用一個佛記的概念來講說 其實我們覺得顏色好像就只有這樣 但是它不是平白來的 對 哇 所以這是我們心火水的 第21期的雜誌 它的主題叫做色不是空 它拒絕五位台灣知名的各種 不同不同領域的攝影師 他所做的作品來告訴你台灣的顏色 或者是屬於你自己回憶的顏色有哪些 那更多精彩內容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訪問到的是新火水的宣傳 阿光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馬上回來 現在要來點明明座台 所以今天是換上來座台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非常新鮮的肝跟鞋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非常新鮮的肝跟鞋 我們的新火水編輯 我們的編輯小組 然後很重要的靈魂任務 我們的阿光 大家好 阿光好 阿光剛剛跟我們分享了這次這個新火水主題 台灣的顏色 對 還有什麼想要再補充的 剛剛有沒有沒講的 呵呵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一期的雜誌 是因為我們想要做一本 可以讓大家帶出國去介紹台灣 哦 對 一本台灣的 台灣色的文化圖鑑 台灣色的文化文件 圖鑑 這個夢想好大 好有野心 好崇高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的雜誌也常常受到 就是住外管處的分享 對對對 他們就可以透過我們的雜誌 然後介紹台灣給國外的友人 光這樣講我就要分享 因為昨天有一個福大大傳系的學生 他就來訪問我 然後我們就在講文種的另外一個主題 其實叫匠人魂 然後就是之前看夢的 那個學生好可愛 居然對這種東西很有興趣 然後來來來來 他就一直看著我說 那像星火水啊 巴拉巴拉巴拉的 像星火水這樣讀啊 要上下左右一直顛倒啊 那你們懂得咋吃 對 你們懂得咋吃 安心講好有趣 對真的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 他就一直很對這個編輯團隊很好奇 第一個他覺得這個封面啊很酷 每次的那個設計概念都很酷 然後就會說 你們這樣會搞死印刷場欸 然後 可是他是年輕人 他就很喜歡這種風格 所以我覺得 沒有我只是想到昨天有這樣的一個訪問 要反饋給這個星火水團隊 你們真的很辛苦欸 星火水其實是備受肯定的一本雜誌 也是被很多雜誌的編輯者都非常羡慕 可以做這樣的設計這樣的創意有多好 所以這一集當然也是講到的說要讓這本雜誌可以讓人們帶到國外去介紹台灣 所以你們這一次找了五個攝影師他們那麼多的作品 所以你們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攝影集嗎 嗯其實我們不是想把它變成攝影集 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也很怕 怕變成一個攝影集 對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在 避免這件事情 它怎麼避免 對呀 我們從前面開始有一個 就是用總論的方式 嗯 對去帶出就是台灣的公共建築物 嗯 對 那穿插著這些攝影的編輯在裡面 嗯 對 然後還有介紹那個 家戶的彩色電視 哦 彩色電視 彩色電視也是我們台灣的顏色啊 對耶 以前有些小拉門 對 大風寶寶擺著 那種感覺 必備 對對對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那個足球是黑白色的嗎 足球為什麼是黑白色 為什麼 欸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嗯我來想想看 跟電視有關 跟電視有關 因為黑白的嗎 對 因為是黑白的 哦真的啊 那如果球是白色的話 你就看不到電視 看不到球在哪裡 哦 對 所以它是做成黑白的球 嗯 然後在黑白電視裡面 才看到一個黑白相近的東西在滾 哦是這樣子啊 才看到那個黑點 哦對不對 它才不會都是黑白 然後就好像看得 對 就融在那個畫面裡面 哦 而且後來是彩色電視之後 它也沒變耶 哈哈 它變顯霧了 哈哈 對 可是現在本來就變得一個特色 那趕快跟我們講 還有什麼有趣 我們不知道 顏色的小故事 對啊 大家知道為什麼 呃 大家知道高鐵有方向色嗎 什麼叫方向色 方向色就是我們 就是在北上的時候 它有一個藍色的色塊 然後在南下的時候 它南下的看板上 有個綠色的色塊 又來了 又是藍綠了 是不是 這是最好三元色 真的 對 嗯 那是因為我們高鐵是靠左行駛 嗯 那北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就是海 哦 南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就是綠 哦 山這樣子 對對對 哦 所以以後你在 就是大家在趕高鐵的時候 如果一時之間看不到 搞不清我自己的方向 到底是哪邊的時候 一撇過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藍色 就知道你是往北上的列車 哦 這樣我倒是想問一下安心 安心 你在想高鐵 你會想到什麼色 高鐵是橘色啊 對 我們的直觀都是橘 我們好像都很少去注意到 因為他的那前面的那個條紋 沒有注意到旁邊原來有顏色 對啊 所以其實阿光剛剛在 PO這個問題給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到 好像沒有去想到 藍色綠色一個方向色的部分 你們是去找了誰 來告訴你們這個故事 這是我們其實編輯團隊的一些冷知識 對我們自己內建的冷知識 好厲害哦 還有嗎 還有 有啊有啊 就是大家知道地下管線裡面 地下管線有什麼顏色嗎 灰色啊 黑色 那藍色是代表什麼管線 藍色代表自來水嗎 對就是非常具象的 因為它就是藍 就是水的色 那下水道呢 就是 污水處理嗎 黑色嗎 棕色 棕色 大便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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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榮景哦 也是非常會不會看不出來 原來是大便的顏色啊 也是非常具象的 哇 原來每個顏色在每個地方 它都有自己的代表性 對 還沒有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 平常我們都不會去注意到這些顏色的代表 還有嗎 好好玩哦 就是說 呃 綠色代表什麼 綠色 草地 你在講地下管線嗎 地下管線 綠色 加速嗎 綠色是電氣 電氣 電性 電性 為什麼用綠色啊 跟你的口罩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們對於顏色的想像都好有趣哦 就是說 平常在地下水道 我們都不知道地下長怎麼樣 所以你看我們地下水道管線那邊 有一個捷運圖在那邊 綠線藍線中線什麼 我們就直接在你的腳底下面這樣交錯著 好有趣哦 像我想問安心 因為安心已經是媽媽了 然後你們都會給小朋友就是 媽媽媽 有時候叫小朋友做自己的事情都會畫畫 然後啊 你看畫就是這樣 顏色就只有紅橙黃綠藍電子 對 我小時候啊 好羨慕我的同學 什麼48色 哦對 黑白飯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就只有12色 所以其實顏色的這個世界 真的是非常的繽紛 它不是這麼的 三一 不是 就像前日不是流行那個彩繪 著色本嗎 前一兩年前都流行著色本 你才發現原來色鉛筆的顏色 天啊 也太多了吧 我最近還在準備啊 那個要 因為 就是有那個 那個世界展望會 然後就是有任養那個孩子啊 都會寄卡片給我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想送他 因為我的那個小朋友在加薩走廊 哦 對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送他禮物 我想說就是畫筆好了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去找了畫筆 我買的那個我都自己好喜歡 我小時候都沒有 很想聊 很想聊 它呢就是有這個 嗯 水 粉彩筆 然後有這個水性的彩筆 一堆啦 然後那顏色又 小朋友很喜歡 那我跟你講 你可以順便送這一期的新火水 告訴他說 你來自哪個國家 你的國家顏色是什麼 那我要賦予編輯台一個任務 要翻譯成 英文 哈哈哈哈 我看了也可以 那這一次呢 星火水的主題叫 色不是空 同時當然還有 最招牌的 星風人物 他專訪到人 這個很厲害耶 說一下 是誰 是 文天祥老師 超級有名的影評人 我小時候聽到 小時候其實他跟我年紀也差不多 我聽到文天祥 我就是想說 他為什麼要取 鄭七哥的名字 這一個神叫神 是不是 就文是那個耳文的文 不一樣的文 那你們這次訪問他主要講的是什麼 欸主要講他的 對跟電影的淵源 對 從他什麼時候開始寫影評 對對對 他從17歲開始寫影評 好早 非常早 他17歲還是用筆寫的吧 用筆 哈哈 對不對 對 用在稿紙上面 這樣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這樣刻下來的 對 17歲 對 沒錯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訪問他呢 因為我們去年的時候 台灣國片大爆發嘛 對對對 有很多很厲害 金馬獎 對 很厲害的電影 那文天祥老師 他是金馬獎的 的執行 執行主席 對 對 所以就想說來訪問他 那他有報一下什麼小秘星嗎 沒有 哈哈 他其實當這個執行 執行長 是不是 是執行長嗎 他其實很厲害耶 因為他經歷過三個主席 對 侯孝賢 嗯 然後張艾佳 對 到現在這一任的李安 對 他都一直被賦予這個很大的重任 所以清火水可以請到文天祥老師 來介紹 他是介紹電影嗎 對 主要是介紹他自己 介紹他自己 他有說他寫影評的時候 辛苦的地方 或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當然有 但是哪裡辛苦哪裡 對 很厚 很厚 趕緊去買 趕緊去買 對 因為清火水呢 他是雙月刊 他在1月15號的時候 第21期已經出刊了 這次的主題我們再強調一次 叫做色不是空 不要以為他是薄金喔 不是不是 他也不像是一個攝影機 他變更像是 欸你們這次會很厚嗎 因為放了那麼多的照片 不會我們會一樣120頁 但是誠意很厚 誠意很厚 誠意滿滿的告訴你 因為色彩太滿了 各種色都有 所以這次又是一個印刷廠 很頭痛的 哈哈哈哈 我想說 怎麼那麼多的照片 那你們會準時出刊吧 對啊 那個剛安心講印刷廠 有沒有把這個印刷廠 弄得非常的那個 頭痛 然後有準時出刊 有的 我們已經準時出刊 現在大家在收聽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線上去預訂了 太好了 就是找了五位攝影師 把他們在過去拍了台灣 街頭巷尾啦 或者是你所知道的 建築的一些顏色色彩跟樣貌 呈現在這本雜誌裡面 裡面也會告訴你一些 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像我們上一段也有講過了嘛 所以你可以再 如果忘記的話再回播 再回播過去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新活水雜誌 我們的第21期 色不適空 主要是來探討一下 台灣的一些視覺經驗 是怎麼被塑造 覺得聽不懂嗎 沒有關係 趕快去各大書店 網路上去購買新活水吧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邀請到的是 新活水的編輯小組阿光 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介紹這一期的新活水 謝謝阿光 謝謝大家 謝謝阿光 Yee Coco 不是 夜總會上黨 what's nex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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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都介绍完了 我们赶快要带大家到中南部去 首先大家可以到台中 在我们台中的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 在我们的清水路这边 有一个很棒的展 叫做经典之美故宫数位印象展 故宫数位印象展 坏句话说 它就是把一些我们的国宝 把它变成数位化 可以这么讲 就是其实故宫在这几年 他们都在做open data 就是有了解文总的人都知道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 都跟故宫有一些合作 那它的open data的一些素材 很重要的一些 我们的这个华文化的资产 其实都在这个地方 那他们就把这个资讯给释放出来 大家可以不断的去做运用 那最经典的其实 像这一次的这个经典之美展 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 其实又得过国际的大奖 所以故宫可能就越做越有信心 所以他们现在把这经典之美 移持到台中 那这个展在干嘛呢 其实在前几个月啊 我们的这个叶总会上档 有讲过一个海错图 就是在古早时代 这个古时候的人 他想象海底世界的那个模样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这一次啊 这个海错图就要移持到台中哦 而且啊 很厉害的是 它会有一个18公尺长 非常对啊 非常宽幅这个科幻式的这个海底隧道 六层楼耶 就把海错图啊 就是所有的一些很有趣很奇幻的那个 当时古人想象中的那个鱼啊龟啊 长什么样子 他当然会 那同时呢 他也会把这个古今做对照 比如说 以前的鱼 可能他们想象中的鱼是长这样 可是现在因为 毕竟我们都可以潜水了嘛 对都看得到 就会有一些鱼真实的样子 他就在这个18公尺的这个 呃 科幻的这个隧道里面啊 你就进去当中 就觉得哇 我真的是进到了古今的隧道里了 这到底是什么啊 古人的脑袋都在装什么啊 不会不会 其实很有趣 就是我们古今的对话 对像这个 那再来就是 不只是这样 他们也把很多的这个 呃 呃 山水画的作品啊 或者是呃 一些这个码呀 什么的一些器物啊 也把它给跃然在影像中 哦 然后会用通过AR VR的一个实境体验啊 就好像你在画里一样 就会有一点点像之前 比较红的像是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对 嗯 没错 没错 他就是类似那个 对啊 就让你真的看到说 这幅画里面 他的细节是什么 因为有的细节 你如果没有导览 或者是他没有动的话 一不但会去注意到 你可能会忽视 而且这一档叫数位 这个呃 印象展嘛 什么叫数位 嗯 其实呢 我们明年也是 啊今年啦 也是这个5G的元年了嘛 啊对对对 对 他所有的这个都用5G的科技 然后还有这个8K的那个画质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看 一定要去看一下 一定要去看啊 而且如果你到了港区一文中心的话 再推荐你旁边还有一个 那个眷村文化中心 嗯 文化中心那边也很好看 而且附近还有米糕可以吃 米糕米糕 去逛一下哦 这是在 清水米糕 对这是告诉你的在港 台中市的清水港区一文中心 从现在开始到3月7号 有举办经典之美故宫数位印象展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面 看到的知名的山水画啦 都会在这边呢 帮你呈现在眼前还会动哦 那另外我们除了台中之外 要前进到高雄 博二 博二这个现在已经是非常夯了 这几年已经不断的有很多的新创啊 在地创生啊 很棒的一些设计作品设计师 他都会去做进驻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 寄生X档案 我这个啊 这个档案我再要介绍 就去上网Google一下 是 我就想哇 这个我该要怎么用语言来呈现 他的视觉的震撼 你知道吗 他真的第一就是会产现出一种 他的主视觉会有个寄生虫的样子 他觉得其实人 诶你就是寄生虫哦 是 对不对 我们寄生 如果讲的电影不是最近那种什么寄生上游啊 很多的那部电影 那因为今年其实疫情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都带给大家多少生活的不便 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很特别 因为他就结合了这个返校的一个制作团队 那他也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年轻人 他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呢 有漫画家这个青酸甲 然后有艺术家王连成 庄志雄 黄赞伦 大家想说 可能我们可能年纪大一点 可能觉得我没听过 不过要跟各位朋友说 这些都是在台湾现当代 非常有创意的年轻人 他们运用一些科技的方式 把他们的一些设计的概念 运用在很多的作品当中 那刚刚这个安心有提到说 对啊 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很难解释 他很科幻 那你进去你就会 小时候我们有做过实验 在实验教室里面 会有那个玻璃罐 什么再拨片盖拨片 对对对 然后用那个显微镜 看到的那个 那个寄生船 维生物 长什么样子 然后会有一些玻璃罐里面有标本 你想像你进去自然教室的那一个样子 就有一点是那一种感觉 你可以去里面看看到底是在实验个什么东西 对 但是他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反思 就是说刚刚安心有提到 因为这个寄生虫嘛 有时候人也跟他好像有一点一样 我们都寄生在某一种状况里面 比如说国家的体制 所以像去年啊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通过了 那像去年这个世界很大的灾难吧 武汉肺炎 太多了 然后或者是一个国家 他怎么去钳制你的思想 或者是这个边境 大家都边境其实不安全 去年有很多的难民嘛 其实这一些 你刚刚我们讲讨论的这个话题 都在这个X档案里面看得到 哦就是你是怎么样在无意识当中 被某件事情影响了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些 这个世界的展览当中 你可以突然意识到 哎对耶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你就可以在这个高雄博二艺术特区的 寄生X档案的特展里面看到 里面这个你可以先上网去看一下 它有个前导片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再一起过去看 这小朋友也可以去 小朋友去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真的用一个 非常前进 然后很酷炫的方式 来诠释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怎么在看政治 怎么在看社会 怎么在看我们的环境议题 讲这么多没有用 你要自己去一趟你就知道了 今天推荐给你的两项活动 分别在台中以及高雄 有兴趣的话 接下来有好多个假期 你都可以安排一下 去走一走玩一玩 看一看哦 今天叶总会上掌 推荐给你的活动 那么文化叶总会 我们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